字幕字幕 李宗盛 大概升23點,上3100的位置3114 不過港股就不知做甚麼 可能昨天就升過龍,今天就升慢一點 現在升65點左右,站在31057點的位置 沒錯,恆生指數最高位是31189 距離現時,其實在高位都回了102點 回調正正在耶修市,3點打後升幅稍微縮減 在耶修市之前,我們有個板塊衝得很行 就是內房 現在看到好幾隻內房股份 包括近來日日港,1030,新城 到現在都升5.4個百分點 其餘上到20大成交額綁,碧桂圓 升3.2個百分點齊頭17元 還有688中國海外,升4.6個百分點 兩隻上榜 不如說這兩隻,因為都上榜有大成交 現在追不追入,還是照你1030呢? 其實如果說圖,2007其實都真是抵贊的 因為2007橫行了這麼久 早前就算立刻有個分拆物業管理股份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都未開車 但經歷了三天的上升之後 早前16.88的位置,應該今天就是突破了 所以似乎我會覺得,只要今天收穩到16.88 不管是16.98還是17.08 總之,收到在樓上的話,走勢都是屬於帥哥 今天的成交多於上個家夜日少少 其實它一月的時候都還行過這一陣 一月的時候就是這些17.08左右頂著它 今天的最高位就是17.08 應該就這樣當清了這幾個月的還行區算了 還是清了一月的還行區呢? 當然是一隻得寸進尺是對的 你破到一個橫行三個月的頂位 當然是看上面的頂位 而今天成交… 再上18元過外了 那倒是呀 成交當然不及四天前那天指數換馬 但今天作為一支少少下影線的楊竹 一支橫跨了16.88 我都一定會看回早前18多元錢的目標價 當時的開始位是18.6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圖 看完688 對,688的圖其實也很漂亮 因為它早前有一個高位 由今天這麼大的陽竹就升了五月的高位 亦都這樣說 整個二、三、四月的還行區 的重創區今天也能夠清晰 是,它就突破五月的高位 不過它麻煩了少少 就是二月又有一個高位 一月又有一個高位 三月又無緣無故還有一個高位 對,即是說它的零射多了三點 我覺得成交足夠 今天成交多出昨天一半 但最麻煩、最令人擔心的地方 就是多了三點出來 相反 如果你看得這麼老套 688都看的話 1109 華潤置地 跟2007的圖就差不多 可以說是一樣的 它的好處就是 它就沒有那麼多點 它跟剛才2007最似的地方 就是只要清了這三個月的環行頂位 而那個頂位其實就是 較早之前 月中 31.1的位置 就已經直望一月份頂位32.35 所以 現在清了 31.6 我覺得這兩隻幾乎是 二選一就可以了 應該比688中國海外更漂亮 那如果跟1030比 1030是多年 如果有1030還用不需要多隻 好老實 就要來這麼多做什麼呢 就是都是這樣一個行程 我又不會覺得1030升得多了 到時會不會得碧桂圓可以升 就是它升不到又不會 那麼一日半日 你多我少我少你多 那又是很正常的 那麼這隻股份反而倒轉 它未升穿過去三個月的環行頂 因為它曾經在三月四月都曾經一度二度過 7.6的位置仍然有了 今天高位最高7.43 那麼 倒轉頭 這隻雖則每天爆7%給你 但是 現在縮小小5.7 但是 688和1109有多少 真是破頂價 嗯 我見到一個留言說 1030 它就用巨大上影線來形容 你今天的表現 多餘 明不明它連畜生的一半都沒有 會是巨大上影線 有些人跌一個百分點 都說暴跌 那又是多餘 你想一下 7.43和現價7.3 二餐毫一指 巨大上影線 毫一指 即是一點鬆一點的百分點 一點都不多 嗯 那除了這些內房 我見到Chloe都問到2669 那兩個8毫八有貨 那些物館 物館也要再次提起 既然它都捱了那支音 回來都沒事了 那現在升降繼續保持著它 沒錯 那麥館越來越迫近 碧桂園的分拆是幾多號 19 是的 6月19 19號就上碧桂園服務 那這些就看下 會不會陪跑到19號 那2669當然是炸欄 升5.2個百分點 另外 嗯 還有269 升2.3個百分點六成服務 又順便掃上339 雅生活 升2.4 其實雅生活來看的話 如果你早幾天不走 保持得到的話 今天又破了頂 其實就是 之前一支音竹 你當它身懷六甲 第二支打升之後 都是代變 今天其實就不難等到今天 如果你不是那些小小事都害怕青青的話 應該今天就未走是正常的 也都不用走 真的 嗯 還有它問到 萬科 2202 這一支都頗值得看的一支內房 它就31.4有貨 我看到萬科方面 一向就被10天、20天線向下壓住 但是這幾天 衝上來 是終於衝穿10天、20天 已經碰到50天線了 是啊 它也是三支洋竹 三個白武士 不如這樣 我們看看 嘗試去解釋 今天內房 究竟有沒有什麼特別因素 去刺激萬科 或者其他的內房 讓大家留意一下情況 今早我看內地網站就說到 深圳正式對外發佈了 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 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 簡稱徵求意見稿 講到接下來 2018年起 新增居住用地中 人財房、安居房、公租房用地的比例不低於60個百分點 這個創新政策惹到市場關注 即是說 怎樣 講完一分鐘之後 真是解 都收視了 現在這個意見稿 正確訊大家意見 之後會不會整個深圳六成都是保障房為主 現在的情況就是我的理解 地就永遠只有這麼多 如果政策方面要求限定 例如六成一定要留給人財房、公用房等便宜 剩下來 能夠拿著地 任它用 即是幾貴都可以 到時收到天價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利好來房表現 所以我這樣看 萬科 深圳Base 巨龍頭 今天又平開 然後現在升3.7個百分點 如果說這個政策 是可以拉動整個內房的話 萬科應該最受惠 最受惠 不止整個內房 內房本身早幾天已經開始升 再加上這個政策的時候 萬科繼續有雙重的益處 向上網又要看哪裏的阻力位 如果萬科方面 其實現在當然要看五月中的時候 當時頂位32.5的位置 距離現在大約六毫半左右 我覺得有機會衝 去到那些位置首個阻力 當然啦 再上的話 34.8還有一大阻力 所以我現在的情況 就在看32.5的位置 這個位置 32.5 有課的朋友 即管反正羊竹不會食糊 即管看看可否再升六毫半 上去第一個阻力 說到羊竹不食糊 如果三年又吃不食 Karen說到291 已經三年陰 要不要走呢 35.4毫半 這麼忍不住 這樣都不拿著灌野看世界盃 其實三年陰元 他都是一支羊竹的竹身之外 隨時三年陰元之後 還在之前的頂位上 之前的頂位是37.4 我誇張了 他失了37.4 但其實股份大概35元頭的位置 實際上都密密麻麻走了很久 正正就是現在畫面上面 大概這些位置 很重地在35附近 所以我會覺得 可以留意多一點點 即管拿著先 因為股份本身都是震盪上的 中間你想想 如果中間你走了 都不會來到今時今日 不是未震過 震完又是大方向 繼續都是 即大趨勢根本就是一個 uptrend 我順便又納一下168 今天跌1.5元 48.4.5元 亦都跟291差不多 亦都是在橫行當中 是啊 很多人聽完我們的 炎下銷鼠股 那些爆錶股推介 就在想什麼時候入 但情況就是 過去這幾天 其實都是比上個星期 有支陰燭 現在都受制 穿過20天線 所以可以留意48.2的位置 是否代表有支持 而實際上 當然我會較為關注1月份的頂 當時由最高收過4765的位置 距離現在仍有8毫子 其實我覺得後市只要站穩4765的話 走勢仍然突破 所以可能突破之後 只是少少吐氣 但是不回回去 其實都很值得買 好了 又到4點的時候 現在暫時成交齊頭1千億 好熱忌 我去廣告回來和大家 看看收市的情況 好熱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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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節目時間 暫時見 恒辛指數收市 來計算 升了88點 做31086點 剛才提及了內房板塊 繼續回答大家的問題 Mimi問1789值不值得追呢? 1789近日是醫療,但又不是醫藥 內地股份是做骨科的 事實上連續第二天大成交 都是用本新股的玩法 是的,昨天大成交之陽粥 昨天的收市價已經收穿了1月份頂 1月份頂5元齊頭 昨天收5.1元 所以繼續向上 本身估玩法破頂沒有頂 今天成交都撐到 至於你問有多少目標價 估不到給你 總之這樣上去的話 就一直拿到陰燭為止 所以我覺得一天有成交 再加上都是陽粥的話 那就投機 就撥破頂沒有頂 留意5元齊頭的位置做指示 回想起本身股 1.183 1.183今早就升得很厲害 現在收市就收平 1.8.7元 一顆星星 如果今早伯特撲買了 都是代變 是的,特別代變之餘 要看3月29日 當時開就開1.8.8元 現在暫時收入1.8.8元之內 所以後市要再站上去1.8.8元 8.9元、9.0元等位置才穩妥 否則今天為止未算得上成功突破 再回答下去 就說自己極燈的Jason 是否1.177還可不可以保持呢 1.1775 都是橫行 7.00就升了這麼多日 是的,他買哪一隻 另外一隻就會升 不記得哪一天換 8.74也有升 他看不到 他只是自己輸了 四零幾升去四二零 即是升十五元 其實就是約莫三個百分點 177什麼感都沒有升到三個百分點 他說一入的時候 買多少不升 因為你坐得 我都不懂得說 騰訊又敢坐 但坐又真的坐到剛剛升之前那一刻 我想說他不肯坐 所以永遠一出就升 但坐的又真的不升 我都無法解釋 我只可以說 11.177肯定現在都未曾見大頂 你看二十天線都扶穩的話 當然繼續開船 不然一會兒又出去了之後又再升 是的 又敢收脈 是的 其他的網民 經常在check room裡自己聊天 都叫你給點時間 來勝 還有相信自己的眼光 是的 沒錯 都相信我們的眼光 11.177我們都不斷地推 那你剛才提到700的時候 我都見到有位Peter 也都問到700 如果上去425元的時候 要不應該加住呢 如果真的上去 而是升穿 也就連續三天有下影線托上來 是的 那儘管看看 如果能夠升穿 其實都不是425元 我給你準確當日開市價 424元 如果站穩的話 我當你再挑戰多少少 其實早前有支 大家看到的 三支粥 那如果那支 中間那支 約莫 就440元 那些位置 那麼就逐步逐步來 我認為 站穩425是可以留意的 如果沒有買的話 都可以看一下 站穩424 可不可以做好些 但是滾下來 最有可能 都是又挨近 就是浪費20元左右 挨回400元 應該就不會再穿 那麼424向下 就400元 向上440 不是的 可能再多些 可能我看少了它 但是情況就是 總之你424 買得的話 你就又再穿回400附近 可能又搏錯了 五五下位 就Super U應該是中小姐 問1997 甚麼位置可以進 我問1997 我們今早看的時候 都覺得原來 差點突破 對 但又不突破 又失敗了 因為前頂就是64 比我們剛才看的時候 更縮多了一點 今早衝過64.1.5 64現在收不到 剛才我們看的時候 63 現在62.5.5 不單止衝不到最頂位 甚至乎連4-5日前 那支足 都仍是有少少 現在都是有阻力 所以我會認為 如果中長線的話 當然 其實你現在進都可以的 反正都是駕駛幾年 駁整個本地零售 不,中小姐是迷你短炒 迷你短炒 這樣也能賺到錢嗎? 你六十多元 升一元 都有肉洗 升穿64會快很多 順便看看 SASA 178 其實今天都很貼近於到位 反而如果你問我 迷你短炒 178 SASA更好 MAS都問178 是否又可以買 5月8號 收過5.6號 現在剛剛5.6號 即是說如果明天再升 油破定了 這隻我會覺得短炒 好過1997 大家自己留意 還有今早想突破的 670 都是差三格 670東航 博油價跌 加了10元 加了10元燃油費 在這個票價上 6.7要升穿 結果現在6.67 更加另外兩隻航空都不用看了 最主要看這隻 都是未破到的 是呀 更加上 就是Cam Wong的2186 他說今天低位反彈 如果站到8.61 可不可以購貨嗎? 其實你說8.61真的挺奇幻 他又站穩了 8.63 可想而知 真的不騙大家 這個位置 咬咬咬咬 可能不用穿 他穿越不穿 我很強調 就是今天中午都說過 他穿嗎? 但他天天還是碰8.61 即是一天之間的波幅 可以接觸得到的地區 又不算是真的穿得很離譜 而他竟然可以今天也竟然咬腰上來 下影線小羊竹企穩 我真的懷疑可能8.09都不用試 看多一天半天 始終他有一支顯著少少少羊竹的話 成交羊竹 我寧願到時追多2毫 好過現在 你想一下 2個先高過8.61 難保明天又跌2毫 可能又失去 難道你又止蝕嗎? 後藥他又跌回 難道你又再追嗎? 等那件事脫離得比較clear 講到領軍股方面 就問1071怎麼看 1071今天都是跌3個先 暫時受壓 如果你說今天 譬如為何會跌 究竟是否煤價不跌 那些情況 你見早前煤股反彈過 今天1088 叫做中國神話 其實都跌2個百分點 至於你還有其他那些 例如1898 中煤能源 都跌1.4個百分點 我覺得就不用太過緊張 是否煤價真的走上去 譬如639手降 我們以前曾經玩過的一隻煤股 都是跌1.4個百分點 所以我會覺得 今天沒什麼事 儘管只要有它 1071先保持 因為我的推介 我大概是三個六齊頭 現在三個四十二 都是輸一毫八字 我覺得 就應該給少少耐性 昨天我們說過 那些重器升得很厲害 有位朋友 你好問 308 很多年 要買了11.1 回到家鄉 還保持嗎 難得 這麼大的盛市 竟然可以回家鄉 為何不保持呢 事實上 股份 整個行業 的基本因素 都英俊 最近這些位置 有些上上落落 都幾大波動 連續兩大支陰燭 頂位12.2 尤其是 如果能夠在短線 再修復12.2 就更加要保持 如果撞來撞去 都12.2 就無功二環 我會介紹你 看一月份的頂 如果後市 都要失手11.4 就自己賺 只要不失手11.4 甚至乎衝穿 較早之前的12.2 的話 就加了 你叫他加 我應該很有信心 不需要再次離開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起碼重型卡車方面的業務方面 我覺得是OK的 另外一隻就是3339 不過龍宮早前爆了一棍之後 連續就嘔了很久 好像陰了那棍 但你不要管 早前3.84 又是這些 大概 雙頂位置 大致站 現在4.01 所以我覺得 中長線 繼續保持 就是了 先發這題 這個問得有些 不是經常提及的 股份 1585 他有3元 已經買入了 說好悶 好想悶馬 好悶馬 好悶就走 但他問你有甚麼推介 每天都會有的 但情況就沒有 這隻很少成交 這隻雅迪做電動單車 這是世界杯讚座商之一 六日後徐靜 有顏色 有四仙式 但不管四仙式 公司方面 股價 我覺得 算是 相當穩 悶就是 因為短線 沒甚麼爆 但情況 在早期 5月中 當日 大洋竹收 收2.87 這些位置 2.87 似乎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穿過 以現價為例 2.94 所以 我認為 你又想一下 那些線位 其實都煞開 你跟之前 已經完全不同 之前是橫行 現在是煞開 我覺得 其實你是 耐性有回報 如果不急著淺的話 可以等多一會 等多久 我又回答你不到 但其實你想想 那些線由 纏著了 變成 現在打開了 2.87 那些位置 又沒有甚麼點失過 真正大洋竹 又沒有一支 又不需要太過緊張 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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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玩周邊其他東西 對 每一天都有其他推介 對 我先看看市場 因為競價時短月速了 升多了 剛才88 升 31093 成交剛剛多了60億 因為剛才1000億 對 看看成交榜 變動輸 三生同金思稅 繼續跌5至6.8分點 通常都在420 石化繼續跌2至3 銀魚跌穿66.6 繼續突破了橫行底 所以大家要留意 走多了一隻內房 中國海外上來 先回答一條 因為這位朋友說 1833 IPO蟹貨 去到甚麼反彈離場 平安好醫生 都好 最近都可以反彈 反到又再出陰燭為止 因為事實 過去的跌幅很平均 如果我告訴你 這裡每一個都好 可能阻力 也是無鬼療的 暫時先保持線 但真的不要加 當然我會告訴你 最重倉 應該是出現在55 那些位置 但你不要想著 我現在立即溝通 博去到55 就打和走人 成交或基本因素 其實都未曾出現 重大的轉向 沒有理由說 我們今天的醫療 不關事 這隻平安好醫生 不關事 應該不關事 我們明早再和大家見面 明早9時3見 拜拜 報告 沈 沈 沈